其實距離畢業季大概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但是呢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 將近百分之六十四 他們已經開始植牙迷途中 到底他們的夢幻職業是什麼時間 就要有頭 不少年輕人離鄉工作 光是外食費房租這兩大項 已經不知道吃掉多少的薪水了 同時房價又高 很多人會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無殼蝸牛 甚至是啃老族呢 現在球職網調查就發現 比起剛進職場時的第一份工作 目前的薪水變化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五點六 是增加的 百分之三十一是持平 最後甚至有百分之十三點一是減少的 等於是不增反減 如果我們的薪水算是增加來看 平均下來大概會多出九千六百二十六元 假設我們以三十歲為基準 出社會八年來換算 每年的月薪大概會緩慢成長 大約是一千兩百元左右 而我們退休金也要準備吧 至少得準備一千九百九十二 我們才能安心的退休 如果你官方經常性薪資 大概四點六萬元來估算 換算下來大概要四百三十三個月 也就是三十六年 我們不吃不喝 才有可能存到這個退休金目標 而除了擔心缺錢 退休金目標遙遠以外 青年勞工現在還欠缺方向 像是出社會到現在年輕人 依然有百分之六十四點三 認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職業方向 已經找到的幾乎是砍半 再來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點七 平均內花七點六年才能來完成探索 但是已經找到工作的人 又有多少人真的喜歡自己的工作呢 我們來看到男性的夢幻職業排行榜 前五名第一名是網紅 大約是百分之三十二點九 第二名則是科技的工程師 有百分之三十一點三十一點三 再來則是房東二十五點九 依序是電競選手以及社群小編 那麼在女性的部分 大概就和男性其實有點雷同 但是又出現了一點差異 第一名同樣是社群小編 三十三點四 第二名則是網紅 再來則是空服員作家 烘焙師傅 至於演藝人員和模特兒 大家都非常常見的 排在六到十名之間 但理想終究是理想 還是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年輕人 認為自己是魯蛇 但想要打破這個窘境 我們就得講到面試技巧了 其實面試專家提醒 有三大地雷非常忌諱 在面試的過程中出現 第一個是用空洞的形式 來包裝自己 例如說我工作非常努力 或我追求完美主義等等 應該是要舉例說明你的處理方式 另外其實也不要出現 任何推卸責任的言辭 有時候其實你承認自己的不完美 反而能顯示你夠謙虛 最後一觸地雷則是回答 我不知道 就會讓面試官認為 你不打算解決這些問題 專家則建議可以說 我不確定 但是我會用試著用這樣的方式解決 如此一來才能給面試官留下好影響